台湾的一位英文老师 强迫小孩子 说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一位叫做 Rumbo台湾的一位 推友写的 这位台湾朋友呢 他呢就发了这样一个推文 有这么夸张的英文老师 竟然一直强迫小孩子 说自己是中国人 当然要打电话去学校抗议了 这是小孩在课堂写的记录 应该是他们家的小朋友 在课堂上写的这个记录 看了之后我很生气的 我的妈这还是英文老师 为什么我要强调是英文老师 因为英文或者说英语世界 英语言文化 它本身它这个文化的本质 是相对于汉语言文化 是比较的强调包容多元的 汉语言文化中 它有一种说 必须特定的价值观 才是好的 就不是那个价值观 就是坏的 举个例子 就是温良公减让 在汉语言文化中认为 就是至高无上的 是最好的品性 但是我个人认为 就比如说温 相对于比如说比较暴烈 我认为暴烈 有的时候是对的 有什么不对 你对那种反战派 什么逃打解 你还搞什么温良公减让 那么扯吗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很暴烈 就应该很愤怒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英语言文化是说 温柔有温柔的好处 暴烈有暴烈的好处 对不对 就是我们 比如说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反击吗 对 大概吧 英语言文化强调包容 而汉语言文化 它比较有这种尊卑啊 掌幼啊 这个温良公减让啊 怎么怎么着 对吧 所以说呢 我看到是英文老师 逼小朋友 说自己是中国人 这就更扯了 你的英文 学到哪里去了 你只学了英文的表 没有学到英文的理 英文的理 英语言文化的内核 它就是包容与多元 说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道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信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愿 你尊重别人的意愿 哪怕你不理解它 嗯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但是我誓死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 这是英语言文化的内核 你这个英文老师 你的英文学到哪里去了 逼着别人 说自己是中国人 然后呢 这个英文老师 怎么说话呢 说追根究底的说 我们不也都是中国人 什么真正的台湾人 是几千年前的 那些卢凯族 平普族 所以某某某 你说你是不是台湾人 意思是说 只有卢凯族 平普族 才能说自己是台湾人 那就这位小朋友 可能是外省的朋友吧 他们就不能说自己是台湾人了 这是多么不要脸的一种说法 你意思是说 身上要是没有 卢凯族 平普族 这些原住民族血统的人 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台湾人 你是人吗 那我身上也没有加拿大人的 一毛钱的血统 我就是加拿大人呢 拿着血统 去论 是不是哪里哪里的人 狭隘至极 那这位推友 对小朋友 有非常非常好的教育 所以这位小朋友 非常勇敢地反驳老师说 说啊 老师 我就是台湾人 对 人家小朋友 爱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人 他还可以说自己是宇宙人 还可以说自己是太空人 还可以说自己是海底人 他爱说自己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人 关你英文老师什么事 而且人家有台湾护照 人家怎么不是台湾人 说这个英文老师还不干 就是还要逼着小朋友 说 说好了 你不要吵了 我们都是中国人了 不要脸还好了 不要吵了 到底谁是谁吵 到底是谁吵 人家是哪里人 是人家的自由 小朋友说自己是猫型人 是犬型人 是鼠型人都可以 多过分 小朋友这么勇敢地去抗争 说我就是台湾人 然后老师还要哑 还要硬哑 太过分了 有推友说 请直接向学校反映 太过分了 然后这位推友说 是的 已经反映 这违反教育基本法 第六条第二款 教育应本中立原则 学校不得为特定 政治团体 从事宣传或活动 主管教育行政机关 及学校 也不得强迫 学校行政人员 教师及学生 参加任何政治团体 或活动 对 然后就很多朋友提出说 其实他不只 他不应该算是违反 这一条 因为他不是说 这个为特定政治团体宣传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明明有台湾护照 他却不可以说 自己是台湾人 你这是属于 就是血统歧视 你这是血统歧视 没有特定 民族的血统 他就不能算是台湾人 哪怕他有台湾护照 你这是血统歧视 就好像我张瑶 我拿出手 拿加拿大护照 加拿大人说 你不是加拿大人 因为你没有我们加拿大人高贵的血统 你这是血统歧视 是种族歧视 好吧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就是你在逼迫一个小朋友 他去更改他自己的认同 他自己的认同 无论他的自己认同是什么 那不干你老师的事情 那不关你老师的事情 关你啥事 那不是你教学范围内的事情 知道吧 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来说 这个老师都应该被处分的 但是我当然知道 对 就是说世界没有那么进步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是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 这个老师有血统歧视 对吧 只有特定血统的人 可以说自己是台湾人 没有特定血统的人 不可以说自己是台湾人 你见了鬼了 这是什么年代 你还搞血统论 第二个 你凭什么要干涉 一个小朋友的自我认同 他自我认同 认同是啥 他就是啥 关你老师什么事 这是对小朋友的人权的迫害 这是迫害这个小朋友 自我认同的人权 有朋友说到说 也可以投诉教育局 他也说会去投诉教育局 对 只要是我 我就告他 你侵害小朋友的人权 小朋友有权利 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老师强迫性更改 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认定 你侵害人权 你侵害小朋友的人权 然后你作为老师 你有血统歧视 希望这位推友加油 那然后呢 我大概看了看这位推友 这位推友 大家也可以关注他 就是他关注者不多 但是他我觉得他蛮优秀的 我给大家大概看看 他以前的一些 这个发文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比如说他提到说 卢凯族的情感表达 非常含蓄 热恋追求男女朋友时的情歌 也很含蓄 其中一个特别的手法 就是男生透过贬义自己 来凸显女性的崇高地位 例如这首追忆往事 说我是笨拙的孩子 我是被遗弃的孩子 就像蔓延棕地上的地瓜叶 我的遭遇如此不幸 每当梦到逝去亲人 总是伤心流泪 谁注定属于我的那朵花 这不是卖惨吗 卢凯族很会卖惨的 这不就是卖惨 这是女孩子很吃这套的 你们不要看不起 这一套女孩子很吃 这要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帅哥 一个勇猛的一个帅哥 玩卖惨这一套 女孩子很吃这一套的 这很会 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很 什么很卑微 我跟你们讲 要是年轻男孩子 你们要是长得很帅 然后看上去又很可靠 又很强壮 但是同时呢 对着女孩子的时候 很展露弱点 知道就是很会卖惨 很有用的 女孩子很吃这一套 我跟你们讲 女孩子非常吃这一套 真的 很会 很会 很会离妖 很会 然后呢 他也是推广说 欢迎大家去听一听 蓝宇的发展情况 是说到 以原住民族为主体之发展的 关键议题 人之岛 蓝宇为例 他还提到 日本的机构 把他们50多年前 所收集的 屏东的 卢凯族的 小米的种子 那 返还了台湾 为什么要返还呢 是因为那个 莫拉克风灾 导致小米的种子 失传 所以呢 就是 等于说这个种子 只在日本有 因为日本在50多年前的时候 考古工作者保留了那些 雾台的种子 屏东雾台的这个种子 那结果反倒是台湾没有了 因为台湾经历了这个2009年的 莫拉克的风灾 那 然后呢 7月底的时候 那 日本的朋友 把这个种子 就是 带回台湾 让台湾 大家能 有 这些 那个时代的那个种子 小米的种子 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他也会发一些 原住民族的一些文化 比如说 这是一位很帅的 卢凯族的大叔吧 那但是呢 他的名字叫做 就是 丑 丑的 就是他的小名叫做丑 那为什么起一个丑 叫小名呢 说 卢凯族的传统 就是说 当你在度过一个非常黑暗 一个不干净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应该用一个丑的小名 那那样的名字 可以帮助你拒绝 那些邪恶的灵魂 邪恶的那些东西 那 防止那些邪恶的东西 把你带走 那说就是 他们家族中 那是 有 就是十个小朋友中 有八个都过世了 所以肯定就是家长害怕 就是邪恶的灵魂 把这位小朋友也带走 所以呢 就给他取名叫做 丑 丑 对 这个也是蛮 蛮有趣的 一个故事 中国对原乡的渗透 非常可怕 那 说 就是才刚一解封 这是五月的时候的事情 才刚一解封 立刻安排原民青年去看祖国 我们的原住民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吗 就说会带原住民大学生参加什么两岸三地青年交流会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很忧虑这个情形 但是呢 他却 说不知道怎么跟原住民朋友讲这种话题 很难找到切入点 我前两天说 这个国民党把台湾人中的一部分人洗成洗脑洗成蓝脑 居然有人来骂我 说我看不起台湾人 说台湾人怎么会被洗脑 excuse me 你是没有见过韩粉都在说什么鬼话吗 你是没有见过柯粉在说什么鬼话吗 你跟我讲说台湾人是如此的冰清郁节 台湾人的逻辑能力是如此的好 台湾人的理性是如此的高 以至于台湾人就不会被洗脑 我给你们看看很典型的一个被洗脑洗煞了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发的说韩粉社团在狂洗说 日本有问题的产品进入台湾 而且说日本是故意的 编出来的那种谎言 说有朋友在全联工作 说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处理日本进口食品 知道日本的就是这个如何 这个核灾区污染食品是怎么出口的 说日本就是故意的就把这些产品用各种码标示出来 然后就让海外的日本人能够分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日本政府知道这个核灾的食品是不能吃的 然后他就故意把这些受污染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国 用这个核污染的产品为世界各国的人 但是为了日本老百姓 在海外的日本人吃不会吃到这些污染品呢 就故意用只有日本人才懂得标示 在这上面标示出来 比如说K是什么福岛什么之类的 然后以这样一种方式 确保说这些是写给日本人 让他们辨识不能买的东西 但却让喂台湾人吃 居然相信日本政府会跟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民 一起制造出这样一个弥天的谎言 说这些产品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咱们日本人偷偷的都不要告诉外国人 我们让外国人吃污染品 我们日本人不吃污染品 就这种脑残到这个级别的谎言 在寒粉社区里面到处的散播 你告诉我说这不叫被洗脑 什么叫被洗脑 你有最基本的逻辑的人 你告诉我说什么政府 能够跟上亿的人民一块 搞出这样一个谎言 专门用来残害世界各国人民 第一世界各国政府都死绝了吗 你说台湾政府被日本收买 加拿大政府也被日本收买 也死绝了 美国政府也死绝了 欧洲政府都死绝了 就看着日本政府联合日本上亿人民 枪害世界各国民众 完了我还能够在加拿大买到日本产品 都死绝了吗 都被日本政府买通了吗 逻辑呢 脑子呢 然后譬如说这个 韩粉社团还在po出 赖清德任市长期间的一件豆腐渣工程 然后明明是马英九时代 中央水利署发包的 现在操作成赖清德的贪腐工程 大家很多时候不就不解 说为什么都在说是什么赖清德贪腐 民进党贪腐 搞搞清楚就这么出来的 马英九时代中央水利署发包的工程 操作成赖清德的贪污工程 就这么出来的 就是这种脑残到不能更脑残 你稍微谷歌一下就知道是谎言的东西 就在这些韩粉 磕粉 就这些粉里面蔓延 你再来跟我说一遍 说台湾人不会被洗脑 然后柯文哲还敢说什么 把国家还给你 终止网络霸凌文化 柯文哲和国民党 他们一直都骂说民进党有网军吗 其实网军都是他们的 结果17分钟之后就换了 把那个终止网络霸凌文化给换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柯文哲有网军吗 而且柯文哲的前网军的这个员工 还出来骂柯文哲吗 他不单是操作网军 他还让这个网军内斗 吴静怡 吴女士 他说他不单操作网军 他还让网军内斗 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的网军很厉害 事实上大家认为说 柯文哲的网军比国民党的网军还厉害 但的这个议题就是国民党 民众党还有共产党的网军都下去杀了 那个吴静怡他是上了陈警官节目说的嘛 他上陈警官节目还有一个事情很好笑 就是我看到的 说就是吴静怡说有一次 他跟柯文哲开会 柯文哲直接对他说 你觉得朕没有答应 他敢这样做吗 就很好笑 就是柯文哲真的自称朕 自称皇帝 柯皇帝 以前蓝白阵营污名化蔡英文的时候 号称蔡英文是慈禧 蔡英文可不是慈禧 但是柯文哲是真的柯皇帝是没错的 蔡英文做总统做得很不容易了 对对 真正的皇帝是柯文哲好嘛 你不要栽赃 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栽赃到别人头上